从邓小平时代开始 中国的这个外交政策 区别于过去的所有共产党国家 它有一个很聪明的外交政策 这就是邓小平说的那个 我们让西方的资本家进来投资 他们把钱放在我们这儿 他们就得听我们的 而邓小平这个策略呢 可以说是相当聪明的一个策略 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那么多人口 那么让西方这些大企业 把钱投到中国 至少他有在中国赚钱的希望 那么这些资本家呢 他就会全力以赴的支撑这个政权 因为这个政权是他们赚钱的条件 你否则你在美国 你怎么可能用那么便宜的劳动力 生产同样的商品 然后再到美国来卖高价 你在美国没有这个条件 你只有3% 5%的利润 对不对 可是在中国你可以生产几乎没有成本的商品 然后到美国来卖高价 那么这个双方的这个差别 成为邓小平收买西方资本家 和西方资本家赚取超额利润的这样一个条件 制造出这么一个条件之后 西方的大企业就和共产党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了 这是邓小平这个外交成功之数 那么利用这些大企业来影响西方的政治 可以说这些年来他们做的相当成功 完全把这个民主和专制之间的这个界限 给抹杀了 只剩下钱了 钱是第一重要的 所有政治家谈论起中国的人权问题 都要问一问 共产党是中国政府会有什么看法 大企业会有什么看法 这个成为 这个从十几年前已经开始成为西方政界的一种惯例 大家都要考虑这个问题 这是共产党那个成功之处 但是反过来说 不是你收买了西方的资本家 你就可以把西方民主国家收买了 你只能收买少数资本家和政客 你不能收买所有老百姓 你不可能有那么多钱收买老百姓 对不对 那么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了 就这个共产党这二十年以来 这个外交上成功之处呢 就成为西方民主国家的一个病根了 西方民主国家 现在人们越来越对政治家受金钱收买 有很大的意见 老百姓越来越不信任这帮政客 这个根本问题 就和西方民主治治现在一个很重要的毛病有关 就是说金钱对民主政治影响已经太大了 不是说金钱不应该有影响 但是毕竟民主治老百姓的影响应该是为主的 可是现在老百姓影响已经是为负了 而金钱影响为主了 就是说共产党的这个阴谋成功了 就威胁到整个民主制度的生存了 这个我觉得最近十年以来啊 这个议论越来越强烈 老百姓对政客们越来越不信任 这本身也是西方民主制度的一个危机 当然民主制度有一种自我修复的功能 我们希望它能够采取一些方式 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这可能也是我们将来中国民主化以后的一个重要课题 但是就目前状况来讲 确实对中国的民主的关注度越来越下降 是和这个金钱政治有很大的关系 跟共产党利用中国市场来收买西方大企业 有直接的关系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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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